乒乓球新加坡大满贯赛事国拼小将凯曼迎来小赌赛最后一个对手 中国香港朱成竹 凯曼迅速进入状态 他利用反手斜线攻击对手中间和正守卫 即战术运用合理对手朱成竹一时被动 凯曼抓住机会4比1领先 这是凯曼小赌赛第二对手舒林茜 凯曼轻松3比0横扫对手 凯曼和小赌赛第一个对手米德特的较量中遇到点小赌力 不过多被凯曼化解还是3比0横扫对手 面对最后一个对手球迷 也可以看出对手的实力和凯曼还是有些差距的 对手偶尔也会博出一个好球 但双方实力悬殊 凯曼很快11比5赢下首局 第二局面对凯曼的进攻对手也只有招架之力 无法对凯曼形成威胁 凯曼又一个11比5取得第二局胜利 第三局对手 对手依然无法摆脱凯曼的节奏 对手显然没有能力打出自己的技战术 这样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凯曼11比7 在下一局总比分 3比0战胜对手杀入正赛 持续更新小匠凯曼的比赛 看看这位小匠本次比赛 能给我们球迷带来怎样的惊喜 求关注感谢支持下期见